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温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母亲节当天我老公拿我手机,说孝敬婆婆给她转账五万两千,自己却没出一分钱,还说是她苦口婆心我才肯转。 我冷笑一声,拿起手机,这样做让她彻底傻眼了,母亲节当天,下班进门,婆婆一溜烟小跑过来,从鞋柜下面取出我的拖鞋,双手送到我脚边,满脸堆笑,四家呀,地铁有座位吗?累了吧?饭我已经做好了,都是你爱吃的。 我被她吓得汗毛都树立起来,看向餐桌,四菜一汤就摆在那里,这可是我结婚以来头一遭。 以往,都是我一进门,婆婆就拉着个脸,你还知道回来啊? 给你看了一整天的孩子,我都要累死了,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做饭。 而这时,我两岁的儿子啾啾总是被关在她的小围栏里,围着尿布湿在自己拼积木。 十次有九次,尿布湿都已经达到了吸水的极限。 可我今天向着围栏里看去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到啾啾。 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妈,啾啾呢? 婆婆笑意不减,肉扇式的身子让开了一点。 于是我看到了她身后的啾啾,小家伙居然躺在沙发上, 手脚并用地捧着一本童话书,正费力地想撕下一页来。 婆婆笑道,这不,我正给啾啾讲故事呢。 说完,她就推着我去洗手换衣服,又推着我坐到了餐桌前,把筷子递在我手中。 我迟疑,还是等尖棚回来一起吃吧。 婆婆也坐了下来,加了一只鸡腿给我,不用等她,她加班,刚已经打过电话回来了。 斯嘉呀,你多吃点,看你瘦的。 看着桌上精致的四菜一汤,我有点不敢动筷子。 婆婆今天太反常了,难不成她是恨我太深,以至于在饭菜里下了毒。 想到这里,我也加了一根鸡腿给她,妈,您也吃。 婆婆的老脸笑得菊花盛开,我们斯嘉呀,越来越会心疼人了。 看着她一口咬下半只鸡腿吞了下去,我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肩棚十一点半才回来。 她刚推门进来,我一咕噜就爬了起来,你妈今天好奇怪。 她立刻紧张起来,她跟你说什么了? 我摇摇头,倒是没说什么,但她对我突然特别好。 就像咱俩刚谈恋爱的时候,我第一次去你家那种,不但做了饭,吃完还不让我刷碗。 对了,我一进门,就连拖鞋她都帮我拿到脚边。 肩棚笑了,妈对你好,你对妈好,不都是应该的吗? 可是,哎呀别可是了,我都快累死了。 咱睡吧,好不? 肩棚打了一个大大的喝歉。 接下来的半个月,婆婆对我依然热情不减。 不但带啾啾十分上心,还变着花样给我做饭,标准没低于过四菜一汤。 家里的卫生死角,她也全部清理了一遍。 这几天,上班的时候我一直在冥思苦想,终于明白了,舅舅两岁半了,虽然还有点小,但也可以上幼儿园了。 也就是说,婆婆准备回老家了。 当时婆婆来帮我看孩子的时候,很是不情不愿。 这两年,我们相处得可以说是十分不愉快。 可我爸瘫痪了,我妈要照顾她,没时间帮我看孩子,只能求助于婆婆。 所以,她有些事尽管做得十分过分,但我也忍了下来。 当然,我的性格也不是包子,有时说话也难免会加枪带棒。 所以,她越来越厌恶我,我也能感觉到。 那么,她对我突然好了起来,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她准备回老家了,在走之前想跟我修复下关系。 想明白了这个,我开始旁敲侧击地问尖鹏,纠纠到两岁半了,妈有没有跟你说过上幼儿园的事? 尖鹏茫然,两岁半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吗? 看来她不知道。 那么,婆婆也许是要找个大家都在的机会,再说要走的是吧。 我开始考虑补偿婆婆的事。 我和尖鹏财务是分开的,平时的大额支出,一般都是A。 这两年多,我每个月给婆婆两千块家用,尖鹏那边说是每月也给两千,但婆婆有次说漏嘴,说她从来没给过钱,都是她在倒贴。 公共早逝,婆婆的退休工资很低。 无论如何,她帮我看了两年多孩子,我还是应该表示一下的。 斟酌许久,我决定取四万块给她。 我的钱都存了理财,需要提前赎回。 当我登录账户时,突然发现了一笔五万两千元的赎回,就在半月前的五月二十号。 这个数字太奇怪了,我连忙溯源,却没有记录。 打客服电话,折腾了好一通,才发现是被转账给了周兰娟。 转账记录是在转账操作的三十一秒后,手动删除的。 周兰娟,就是我婆婆。 我恍然大悟,婆婆这半个月的殷勤,原来是中了超能力的魔法。 我的密码是啾啾的生日,坚鹏是知道的。 她居然用我的网银,给婆婆赚了五万两千元。 婆婆来帮我看孩子之后,我和坚鹏的关系也慢慢恶化了。 刨去婆婆隔三差五的小报告,单单为着让她们不要在餐桌上说方言,我们就吵了不下几十次。 最后,肩鹏脸红脖子粗道,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跟我妈说话的,凭什么要我们改? 你听不懂,难道就不能学一学吗? 不想学,你安静吃饭不行吗? 我也气得咆哮起来,你妈明明会说普通话。 她不爱说,不行吗? 不行,行不行,你说了不算。 一次又一次的争吵,飞速消耗着本就不多的柔情。 我和坚鹏可以算是闪婚了,短短三个月的恋爱,我还没看清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就答应了她的求婚。 那时爸爸刚从二次中风恢复过来,她自敢时日无多,希望亲手为我送嫁,最好能看到孙辈出生。 我稀里糊涂的就出嫁了,我稀里糊涂的就出嫁了。 啾啾出生那天,爸爸因为心情激动,再次中风,人养马翻。 寡居的婆婆从老家赶了过来,第一天就把月嫂气得吓唬了。 而后,接连换了四个月嫂,每一个都跟婆婆大吵过。 最后,月子中心付了违约金,也不再派月嫂来了。 我其实只做了半个月的月子。 这些事,我本来都打算彻底遗忘,此刻却一桩桩一件件无比清晰地想了起来。 擦干眼泪,我跑到公司楼下两层的公共洗手间,锁上门打电话给肩棚, 我有一笔钱,五万多,存在理财里,莫名其妙不见了。 客服说有可能被盗刷了,我准备报警。 是的,我在炸他。 肩棚现在手里应该没啥钱。 虽然他工资有一万多,但架不住他碍乱投资。 婚后,他跟发小合伙开了个火锅店。 他负责出资,发小经营。 开业那天,我在料碗里吃出一只苍蝇。 板着脸的女服务员一把抢过我的筷子,夹走苍蝇放进围裙兜里, 然后告诉我,我看花眼了。 那个服务员是他发小的小姨子。 火锅店苟延残喘了一年半,关门大吉。 发小不甘心,拿着转让费,再次说动肩棚,追加投资,开了一家剧本沙店。 开业那天,我再次见到了他发小的小姨子。 这次,他是GM。 剧本沙店只撑了八个月。 那以后,肩棚跟发小绝交了,并且再也不谈投资做生意的事。 可笑的是,婆婆竟把这一切算在我头上,自从结了婚呢, 我家蓬蓬做生意就没顺过,开啥赔啥,就连二十多年的朋友,也都闹掰了。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滚出眼眶。 电话那头,肩棚急到,别别别,别报警。 你的钱,我急用了一下。 我无声地冷笑了一声,急用。 那你现在还我吧。 肩棚压低了声音,思家,我现在手头有点紧。 其实,那五万我给我妈了,不过我跟她说的是,你给她的。 你想啊,如果不是妈来看啾啾,你不就得辞职,那你每月可就一分不正了, 两年半你得损失二十多万。 而且啊,妈一直拿工资贴补咱们。 做人啊,咱得感恩,所以,给我妈五万,不过分吧。 不过分,你尽孝是应该的,什么时候还我。 她洗脑的功力还是欠了点火候,我完全没有被她绕晕。 你看你,咋游言不尽呢? 合着我这半天白说了呀。 肩棚提高了音量。 随即,我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爆喝。 肩棚,你特么又在工卫打私人电话。 奖金不想要了,是他那个异常暴躁的组长。 肩棚的声音立刻变成了蚊子哼哼。 肩棚,思家,好老婆,你先饶了我,等晚上回家,我好好跟你掰扯掰扯,掰扯掰扯。 我气急了,大力摁下挂断键。 不料原本就有裂痕的手机屏幕,啪的一声碎成了网纹状,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举着流血的拇指,彻底愣住了。 我的手机是一年前啾啾钢会走路的时候,被他当玩具摔坏的。 当时肩棚说,等他那个月发了工资,他会给我买个新的。 发工资当天,婆婆手机丢了。 于是他给他妈买了个新老人机,跟我说,我看你的手机还能凑合用,要不咱再等下个月。 再下个月,他就忘了。 我给手机贴了个钢化膜,凑合用到了现在。 也不是买不起新手机,就是舍不得。 其实,我和肩棚的收入都还可以,但不知为何,婚后尤其是有了啾啾以后,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一点也不敢乱花钱。 也许是因为婆婆炒菜偷放辣椒,也许是因为心情不佳,我的母乳产量极低,啾啾基本只能靠奶粉。 奶粉我也没有选太贵的,但每月也需要两千元。 这两千元。 我跟肩棚提过,他说,哎,谁让我倒霉呢,找了只没有奶的奶牛,丝毫没有出钱的意思。 那时爸爸还在ICU生死未卜,每天费用一万元。 虽然这钱是妈妈和哥哥出的,但对比之下,还是让我觉得每月两千元只是小钱而已,奶粉只是小事而已,便没有跟他计较。 虽然,肩棚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被尊重,但我处在人生最脆弱的时候,完全没有了抗辩的精气时儿。 并且,在他和婆婆的联合,扑下,我的确把没有母乳这件事,算在了自己头上。 我是一只不争气的奶牛。 奶粉钱,加上给婆婆的两千元,每月四千的固定支出,让我的生活几乎是立刻捉襟见肘了。 就连我强制储蓄的习惯都被迫终止了。 结了个婚,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搞得直线下降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了。 有了揪揪后,也许是激素的作用,我的思维也改变了。 想买件衣服,算了,先给娃买,想买点零食,算了,给娃买腐食,想买几本书,算了,给娃买绘本,想买点化妆品,算了,给娃买玩具。 而肩蓬,对娃买可以说是一毛不拔,就连去小区门口坐摇摇车的一块钱,她都付得不情不愿。 当时她说,私家,咱得有长远眼光,钱要花在刀刃上。 别小看一块钱,给裴小光,它能变成十块。 给啾啾做这个吸金兽,有啥用? 你呀,还是太惯孩子了,男孩子不能这么富养。 裴小光就是她当初的发小,现在的仇人。 月子里,妈妈给我打了三万元,说好了是月嫂的费用。 哥哥也打了一万元,说是给小外甥的见面礼。 可是这些钱,我哪敢花。 那时,爸爸已经在ICU住了十几天,依然没有脱离危险。 虽然妈妈和哥哥打电话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但语气里的疲惫和颓丧,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不能在爸爸身边尽孝,不能替妈妈和哥哥分担忧愁, 还要他们接济我,我的脸皮还没有厚到那个程度。 我拿餐巾纸包好被割伤的拇指,挥到了宫位。 隔壁宫位的赵姐凑过来看了一眼, 立刻大呼小叫起来,你怎么搞的? 自残啊。 除了婆婆,我生活中的第二大不和谐因素,就是这个赵姐。 我没心情跟她斗嘴,只淡淡说道,不小心的。 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赶紧买个新手机。 刚才已经有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但我既看不清是谁打的,也无法接听。 好在,我的电脑上还登录着微信。 我给监鹏发去消息,我手机彻底坏了,得马上买个新手机。 监鹏几分钟后才回复道,那你买呗。 我说,我手机坏了,不能付款。 你现在赶紧打五千给我同事断心,你有他微信的,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断心午休的时候,陪我去买手机,你赶紧把钱打给他。 账号是,监鹏说,五千。 买个一千多的就行了吧。 万一再让啾啾摔了呢? 我说道,可我一直用水果呀,我要买的是最便宜的了。 监鹏说,你再想想。 我再也压不住火气了。 吼道,监鹏你什么意思? 我用你钱了吗? 你现在把我的五万两千都给我打回来,打到断心的卡号上,马上。 不然我就报警。 监鹏说,怎么还生气了? 我给你转还不行吗? 五千是吧? 我真觉得你没有必要再买这么贵的手机。 我说,打钱。 马上。 五分钟后,监鹏说,过去了,查收。 断心立刻发来消息说,五千元到账,转账人是周兰娟。 思佳,周兰娟好像是你婆婆呀。 是婆婆转的。 我心里咯噔一声,我这半个月的好日子,大概是到头了。 等等,监鹏连五千都拿不出来了吗?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断心陪着我折腾了好一通,才换好了新手机。 刚回到宫位泡上杯面,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一边笑着答应给断心点奶茶,一边接起了电话。 耳边是妈妈淒厉地哭喊,家家。 你为什么不回电话? 你爸爸走了呀。 煞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是梦吗? 是梦吧。 妈妈还在耳边哭喊,但声音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与此同时,我看到电脑屏幕上,监鹏发来的消息,钱收到了吧。 我可跟你说呀,妈生气了。 你今晚回家机灵点,嘴甜点,别再气妈了,知道吗? 我没有回复。 这边,妈妈挂掉了电话。 我开始买机票。 好在我留了一万元的应急资金。 最早的航班是下午四点。 我开始找部门经理请试驾。 经理让我节哀,大手一挥,给我批了两个星期的带薪假。 我对经理鞠躬道谢。 回到宫位。 坚鹏又发来消息,我晚上加班,回去就晚了。 机灵点啊,你老公今天可护不了你咯。 坚鹏难得地关心,就像溺水的人那样。 我告诉他,我爸走了。 几秒后,他发来一条消息,十四家他爸死了。 哈哈哈哈。 随即撤回。 我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只看到坚鹏撤回了一条消息。 一瞬间,手脚冰凉,无法抑制地发抖。 他确实发了一连串大笑。 不知道是给谁发的,连名待姓地叫我,当作一件新闻,用幸灾乐祸的口气。 我孩子的爸爸,我的爱人,我要携手共度一生的人。 他来发了大笑。 坚鹏再次发来消息,思佳,你还好吧? 回复他的几秒前,我都已经想好了离婚怎么分割财产,没有什么共同存款,婚房是他首付,共同还贷的,车子是他开他还贷。 这些,我都不要,我只要揪揪。 但我立刻冷静了下来,现在绝不是撕破脸的最佳时机。 我马上要回老家奔丧,一切,最好等我回来以后再说。 我似乎瞬间就强大起来了。 虽然爸爸已经瘫痪在床两年多,但是还有爸爸,我就还是那个小女孩。 现在,我没有爸爸了,我要强大起来。 我要保护妈妈,保护哥哥,保护啾啾,我要成为家里遮风挡雨的那面墙。 我忍着追心之痛,回复监鹏道,撤回了什么? 刚没看到。 监鹏说,一条工作消息,手滑发错了。 你啥时候回去? 我的眼泪滚滚而下,但手下速度不减地说,下午四点的飞机。 我现在回家收拾东西,这些天拜托你和妈妈照顾啾啾了。 监鹏说,你放心,好好处理你爸的事,让你妈节哀。 他没有说要陪我回去,甚至连客气一句都不敢,生怕我把客气当真。 不过,在他那句哈哈哈哈面前,这也不算什么了。 地铁上,我难得有了座位。 点开爸爸的聊天页面,最后一条是视频请求。 时间是三天前的晚上九点多。 爸爸想看看鸠鸠,婆婆却说鸠鸠刚睡着,把他弄醒了得重新哄睡。 拒绝视频后,婆婆小声嘀咕,又不是再看不到了。 没见带一天孩子,天天要看,想拐我孙儿的心啊。 没门儿?婆婆的小声牢骚,我早已充耳不闻,此时却清晰地回忆起来。 这,算不算一语成谶? 走到家门口,还没拿出钥匙,我就听见里面在唱歌,还夹杂着啾啾的哭声。 今天是个好日子哟,心想的事都能成哟,婆婆高亢的嗓音,十分欢快。 我一阵眩运,脚步亮呛起来。 看来,我爸去世的消息,婆婆知道了。 如果她不知道,那么以她的性子,打了五千给我,她能掉三个月的脸,绝不会这么兴高采烈。 想明白这一点,我再次如坠冰枯。 我嫁了个什么样的人家? 为什么她们母子使我爸妈为仇人? 时间紧迫,不容我多想。 要是插进锁孔,里面歌声戛然而止。 婆婆的脸色有点善善的,但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客厅里,电视屏幕上还在播放MV,只是被静音了。 连着电视的麦克风就放在茶几上。 啾啾在她的小围栏里,哭得脸色通红。 我赶紧洗手,冲过去检查她的尿不湿。 果然,满满当当。 啾啾一直没学会坐马桶。 婆婆说她笨,教了无数次都不会。 我教了几次,感觉她已经会了, 但婆婆为了省事,一直给她捂着尿不湿。 好在啾啾是个结实的孩子,连湿疹都没有长过。 婆婆看着我给啾啾洗屁屁,换尿不湿。 我一句话都没有跟她说。 没有说我爸的事,也没有拜托她照顾啾啾。 在拜托,我的啾啾也只能带着一屁股的事, 在她的小围栏里拼积木。 婆婆甚至还不如一个负责任的保姆。 啾啾清爽了,我开始收拾东西。 拉开行李箱,平放在地上。 婆婆挪过来,你倒还生上气了。 要干啥?离家出走啊?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 看来,她是要装作不知道我爸去世的事。 咽巴。 婆婆继续嘀咕,浑身上下就嘴巴甜, 孝敬我也不是真心的。 给我打点钱,还要回去五千。 我站起来,我爸去世了,我现在要回老家奔丧。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婆婆的表情果然毫不惊讶, 说出来的话也没有了惊讶的意味。 哎呀,这,这太突然了。 我扯了扯嘴角,让一下。 婆婆让开,我打开衣柜门。 婆婆站在那里,吭吃了半天,好好劝劝你妈呀, 让她别太伤心。 本来我们应该过去的,但还得看着啾啾。 我拉起箱子,决定还是要说两句场面话, 啾啾这些天,就拜托妈了。 婆婆摆我一眼,不都拜托我两年多了吗? 我没再说话,拉起箱子, 亲了亲啾啾的脸,就走了。 我晕机了,吐得一塌糊涂, 哭得泪流满面。 隔壁座位的大妈劝了我一路, 也服侍了我一路, 宽厚的手掌一下下拍着我的背, 给我顺气,你这孩子, 这是连苦胆都吐出来了呀。 快喝口温水, 陌生人都比肩鹏和婆婆更让我感到温暖。 下飞机后, 哥哥远远等在接机口。 我死死抱住哥哥, 我们抱头痛哭。 这还是成年后, 我第一次拥抱哥哥。 有了嫂子后, 哥哥跟我就越来越疏远了。 我自觉是个合格的小姑子, 从来不给他们的小家庭添麻烦, 只做一个在逢年过节时, 给小侄女发红包的影子姑姑。 其实, 小时候哥哥对我是很好的。 高年级的孩子欺负我, 他找人家打架, 头上缝了十几针。 我擦掉眼泪问, 妈还好吧? 哥哥却问我, 肩鹏呢? 没来。 我低声说道, 他工作太忙, 请不了假。 哥哥担忧地看着我问, 怎么这么瘦了? 我扯出一点笑意说, 我减肥呢。 哥哥叹息道, 可别减了, 你现在瘦得都吓人。 家家, 肩鹏那小子对你好吗? 我点点头说, 挺好的, 报喜不报忧。 远嫁的女儿, 都是这么做的吧? 哥哥开着车, 灵活地超过一辆又一辆。 我想劝, 想了想又没有开口。 终于到家了, 家里满满当当 都是人, 所有的灯都开着。 嘈杂的人声, 无意义地寒暄。 我机械地重复着, 称呼这个, 招呼那个。 终于, 越过人山人海, 我来到卧室。 推开门, 妈妈一人坐在黑暗里。 我打开灯, 不由地惊叫一声, 妈妈所有的头发, 都白了。 妈妈站起身来, 摇晃了几下, 家家, 回来了。 饿了没? 妈让你三姨给你下碗面, 我抱住她哭道, 妈, 眼泪, 绝地一斑。 第一次感觉到, 妈妈的身板是这么单薄, 她是怎么一个人, 把中风的爸爸背下五楼的? 葬礼结束了, 一切尘埃落定。 爸爸的骨灰存放在了公墓区, 她早已选好的那个位置。 回到家, 全家围坐在一起, 召开家庭会议。 是嫂子的提议, 妈妈拿出爸爸的存折, 她固执地不肯使用银行卡, 说看不到数字, 心慌。 现在, 数字就在上面, 四十万。 妈妈说, 本来, 应该等我死了, 你们再分钱。 但丽情说, 彤彤要出择校费了, 早点分了, 也好。 丽情是我嫂子, 彤彤是我侄女。 我看了哥哥一眼, 她低下头, 嫂子则一脸期待。 妈妈继续说道, 早年间, 你们爸爸做生意赚了三百来万, 这你们是知道的。 这些钱, 给苗苗买房买车, 还有给丽情的彩礼, 一共花了一百五十九万。 苗苗就是我哥, 十四秒。 嫂子打断了妈妈, 妈, 不能这么算吧? 哥哥打断了嫂子, 听妈说完。 嫂子翻了个白眼, 妈妈继续说道, 这些年, 你爸一直生病, 三次中风, 该受的罪, 不该受的, 嫂子再次打断我妈。 妈, 咱就说三百万的事。 妈妈苦笑一声, 哪里还有三百万? ICU一天就是一万多? 好, 我不多说了, 现在你们爸爸留下的钱是四十万, 你们兄妹平分吧。 嫂子尖叫起来, 四十万还平分? 童童的择校费就要三十万。 我叹了口气, 妈, 我不要。 这钱, 您和哥哥平分吧, 爸爸的钱, 您也有份, 而且您是第一继承人。 嫂子立刻转向我, 十四家, 你什么意思? 妈自己不要的, 轮得到你说话。 哥哥拉了他一把, 力情, 别闹了。 童童上普通高中, 怎么就不行了? 交了择校费, 他也考不上清华北大。 嫂子大怒, 你还好意思说。 女儿智商随爹? 随爹? 哥哥也生气了, 是。 随我? 随我笨。 所以, 他考不上清华北大。 交了择校费, 也白交。 我们老实家都是笨蛋, 白痴。 你满意了吧? 妈妈忙推了推哥哥, 苗苗, 好好说话。 嫂子一把抢过妈妈手中的存折, 指着其中一行, 妈, 这五十万去哪儿了? 我对了爸所有的医药费单子, 这五十万对不上。 妈妈的神色闪过一丝慌乱, 我不知道, 也许单子丢了。 嫂子冷哼一声, 单子丢了? 别是妈偷藏起来了吧? 啪! 一个响亮的巴掌, 甩在了嫂子脸上。 哥哥还保持着打人的姿势, 让你特么一天胡说八道。 你的脚佳惊。 几秒钟后, 嫂子的哭声乍雷一般响起, 你打我。 十四秒你打我。 我为了给你生童童, 我疼了三天三夜啊。 你居然打我。 懊悔的神色在哥哥眼中一闪而过。 可他还是耿着脖子说道, 你不该那么说妈妈。 妈妈给咱们带童童, 累了一身病。 又一个人照顾爸爸这么多年, 妈妈太不容易了。 嫂子大哭, 你心疼你妈, 你跟你妈过去。 一个大男人, 没本事赚钱, 你老婆拉下脸来, 求着婆婆指缝里那三瓜俩枣, 你当我乐意啊。 谁特么不愿意优雅高贵, 谁愿意撒泼撒疯啊。 妈妈的嘴唇都颤抖起来, 都给你们, 都给你们。 嫂子一把抢过存折, 脸上已是甜甜的笑, 谢谢妈。 密码是多少?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 是肩棚。 肩棚东拉西扯了几句后, 压低了声音, 斯嘉, 你爸有没有留下什么? 我摇摇头, 妈说爸去得很快, 没有留下一言。 肩棚吭吃了一下,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记得你爸有个存折来着, 我差点又把新手机钻碎。 沉默了几秒, 我突然记上心来, 几步走到洗手间锁了门, 然后压低声音, 你是说钱吧。 爸爸的治疗费, 留下了四十万的债务, 我和哥哥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平摊, 每人二十万。 肩棚的声音, 陡然提高了八度, 凭什么? 我平静地答道, 其实, 这个钱应该全部由我出的, 这些年, 我一直在外地, 爸爸三次生病, 都是哥哥照顾爸爸, 我也没出什么钱。 肩棚吃笑一声, 他是儿子, 他不照顾谁照顾, 他不出钱, 谁出钱? 十四家, 你脑子清醒典型吗? 你一个嫁了人的女儿, 你已经不是十家的人了, 你凡事要以你的小家为重。 我告诉你, 什么二十万的债务, 我不同意, 你别傻傻答应。 对了, 你没签啥协议吧? 我冷笑, 晚了, 已经签了, 肩棚垂胸顿足, 我就知道。 你个猪脑, 准是让你那个坏透了的嫂子 给忽悠的吧。 我没回答, 肩棚继续高声道, 你听到没有。 我不同意, 你别莫名其妙 给我整二十万的债务回来。 你要当校女, 你当去, 但别牺牲我和啾啾的生活质量, 不然, 不然怎么样? 我反问, 不然, 我就不要你了。 他打, 我挂断了电话, 心里已经被捅了太多刀, 都没什么感觉了。 当晚, 妈妈拿给我一张银行卡, 这是你爸给你留的钱, 五十万。 本来是想在你婚礼那天给你的, 但你爸总觉得 肩棚那小子不牢靠, 所以放在我这儿没给你。 本来想继续帮你收着, 但你嫂子早晚查出来, 你想个办法, 把这钱取走吧。 卡是你的名字, 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我只觉眼睛干涩, 哭不出来了。 爸爸, 坚鹏何止不牢靠, 他就是个冷血动物。 我结婚时, 彩礼是八万八千八百八八, 爸爸添了十一万多, 凑够二十万给了我。 这钱我一直存在自己的理财里面。 婆婆不是没有打过这笔钱的主意, 但这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我怎么可能让她算计了去。 妈妈走了, 我坐在书桌前, 用银行卡的边缘轻轻敲着桌面。 我的房间一直保持着我读书时的样子, 从小学到大学的课本, 一字排开。 我和爸妈的合照, 我和哥嫂, 彤彤的合照, 我和坚鹏, 啾啾的合照。 所有人都在笑, 笑得那么开心。 那一刻, 我突然觉得生活无比荒诞, 眼前一圈又一圈的金星直冒。 在金星的中央, 我似乎看到了爸爸的脸, 他的脸上也是笑意盈盈, 再次醒来时, 我在医院挂水, 妈妈守在我床边, 看着那颗银白色的脑袋, 我一时恍惚, 有点不知身在何处。 我无声地对妈妈道, 妈, 我要离婚了。 没有发出声音, 妈妈却醒了。 她再次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家家, 你晕倒了, 你知道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 妈妈继续问道, 肩鹏对你好吗? 你平时吃得怎么样? 我点点头, 好着呢? 妈妈叹气, 医生说你营养不良, 还是严重地营养不良。 我忙道, 不会吧, 我就是最近在减肥, 吃得少了点。 妈妈佯装生气, 我就知道, 你还减什么肥呀, 都瘦成这样了。 我的确吃得很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于食物的兴趣。 可能是从婆婆逼着我喝不放油盐的黄豆炖猪蹄开始吧, 那种腥骚的味道, 我毕生难忘。 可笑的是, 喝了那么多猪蹄汤, 一点用没有。 也可能是月子里吃辣椒菜, 伤了脾胃吧。 还可能是后来, 餐桌上我一加肉, 婆婆就开始咳嗽吧。 她阴阳怪气的声音, 我至今还记得, 死是个能吃, 就是一滴奶没有。 再后来, 我复工后, 明显感觉到体能大幅下降。 每天挤地铁回来, 半路上就头晕眼花。 回来再做饭, 吃饭, 洗锅, 几乎顿顿带着气, 能吃下去什么东西。 我只有48.5公斤了, 而我的身高有169厘米。 思前想后, 我决定还是先把爸爸给我的50万 放在断心那里。 断心是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朋友, 工作中我们也没有任何竞争关系, 他是个绝对稳妥的人。 断心收了钱, 利落地给我发过来一张欠条。 两周的假期很快到了, 我和妈妈, 哥嫂, 还有彤彤的最后一顿饭, 倒是吃得很和谐。 拿到40万的嫂子, 笑得鲜花盛开, 妈妈的情绪也很稳定。 我没有告诉他们, 我准备离婚的事, 不想破坏这脆弱的平衡。 回去的飞机上, 我一直在看网上咨询的律师 给我发来的离婚科普资料。 从机场回市区的路上, 好死不死, 我打到了一辆熟人的车, 肩棚的发小兼仇人, 裴小光。 见了我, 他倒毫不尴尬, 小碎步跑过来帮我掀开后备箱, 又拎起我的箱子放进去, 远远就吹过来一股香风, 我还寻思着哪儿的仙女, 真会挑地方, 割机场就下凡了, 原来是弟妹啊。 裴小光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时就是靠着三寸不烂之蛇 把肩棚忽悠得不知东西南北。 不过, 他开启了出租车, 看来倒是不再做创业梦了。 我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 跟肩棚还有联系吗? 裴小光痴笑一声, 妈的, 还联系啥呀? 二十多年的兄弟, 不是我说呀, 特么地为了个女人, 裴小光的话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 他慌乱地看了我一眼, 但我还是听到了, 为了个女人。 哪个女人? 首先排除我, 算上这次, 我跟裴小光见了都没有十面。 不是, 弟妹啊, 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就是顺嘴, 不是说秃噜嘴了。 不不不, 我就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还不知道我吗? 千万别信我。 他语无伦次了。 我的脸上一片平静, 没事, 我早知道了, 我们就要离婚了。 我再炸他。 裴小光顿时放松下来, 哎呀, 你早说呀。 吓得我, 我跟你说呀, 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难怪呢, 我说你咋一个人坐飞机, 回来监棚也不来接你。 咋地, 露露找你闹了? 露露。 我飞快地在记忆库里搜索, 但完全没有印象。 回去的路上, 我继续套裴小光的话, 但他似乎警觉了起来。 始终没有说出露露姓什么。 原来, 监棚对我不好, 不是他生性冷漠, 而是他的柔情都用在了露露身上。 露露, 这名字突然莫名耳熟, 回到家是晚上八点, 灯黑着, 一个人都没有。 这种情况,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我给婆婆打了个电话, 才知道她在医院, 咎咎感冒了。 火急火疗赶到医院, 我才发现, 咎咎不是感冒, 是肺炎, 而且已经下了病危通知, 需要马上住进PICU。 一个态度十分恶劣的护士 冲我大吼, 你是孩子妈呀, 亲妈还是后妈呀, 你咋才来呢? 我忙道歉, 我刚下飞机, 护士狠狠弯我一眼, 赶紧去交费。 再晚了, 出啥事我们都不负责。 我一路小跑去交费, 顾不上问婆婆她为什么不缴费, 也顾不上问她肩鹏在哪里。 咎咎第二天下午, 才脱离生命危险。 第四天晚上, 肩鹏才出现。 我看了她一眼, 什么都没说。 她善善道, 出差刚回来, 没人顶我, 必须把合同签了, 才让我回来。 我点头, 知道了。 她的手摸上我的头, 看你脸色差的, 快回去睡一觉吧。 我躲开, 摇摇头, 不用。 可到底人不是铁打的, 啾啾转入普通病房后, 我趴在她床头睡着了。 等我醒来, 想看看时间, 手机显示被恶意解锁太多次, 已经锁定了一小时。 顿时一身冷汗, 幸亏我这个手机的密码, 肩鹏不知道。 肩鹏到底在搞什么? 啾啾出院后, 我把裴小光约了出来。 一万元拍在她面前, 她就什么都说了。 原来鹿鹿就是假鹿, 假鹿就是她小姨子。 她小姨子就是家苍蝇的服务员, 还有在剧本杀电逼我中途, 跳车的这样。 我一阵呼吸困难, 差点被活活气死。 好一个肩鹏, 装得真好啊, 完全看不出她跟这个假鹿认识。 假鹿逼我跳车的时候, 肩鹏还把她训哭了。 我问裴小光, 你有证据吗? 她的眼神躲躲闪闪, 我又拍出一万。 她眯起眼睛, 你跟她离婚, 她是过错方的话, 房子是闺你的吧? 你们那房子一百多万呢? 我问, 你要多少? 她搓搓下吧, 其实吧, 这也不是钱的事。 弟妹呀, 哦不, 思佳呀, 我老觉得你们俩有点看不起我, 是不是有这么个意思呢? 我勉强笑笑, 怎么会呢? 裴哥你就是生不逢时, 我相信, 蛟龙中飞驰中物, 等裴哥你时来运转的时候, 肯定会一飞冲天的。 裴小光高兴的额头都冒出油汉来, 这话就对了。 思佳呀, 还是你有眼光? 你这才叫会聊天, 对不? 证据吗? 我有, 不要钱, 全给你。 拿到那些所谓的证据, 我才想明白, 也许肩鹏给裴小光追加投资, 是受到了他的威胁。 毕竟, 这些证据, 太劲爆了, 随便哪一张都能把肩鹏锤的勇士不能翻身。 裴小光把证据给我的时候, 还提醒了我一句, 肩鹏好像拿你家的钱, 给贾路还了不少赌债, 友情提醒啊。 于是我重金雇佣了一个金牌律师去查。 果然, 肩鹏给贾路转账了五十多次, 累计金额有八十多万。 律师还查到, 原来肩鹏已经升职两年多了, 他的工资, 差不多我升啾啾的时候, 就翻了五倍。 每年年底, 还有分红。 我再次想到, 肩鹏赴摇摇车的一块钱时, 对我的那番说教。 我有点明白, 那些激情杀人的人, 是个什么心路历程了。 好在我还有啾啾, 还不至于失去理智。 在肩鹏又一次出差回来后, 我平静地跟他提了离婚, 要求他净身出户。 他自然不同意。 我把裴小光的证据拿出一张来, 丢在他脸上。 他立刻给我跪了下来, 老婆, 我错了, 我是被逼的。 裴小光和他小姨子合伙给我下套, 他们知道我有钱, 我冷笑, 他们都知道你有钱, 只有你老婆不知道。 哦, 对了, 还有你妈也不知道, 你连每个月的两千元生活费都不给他, 任由他的怨气发酵, 然后发泄在你老婆身上。 他嘟囔, 我妈就我一个儿子, 他的钱不给我花, 给谁花呀? 再说, 他要是得了什么大病, 我也会给他治的, 完全无法沟通。 此时的我, 真想回到三年前, 打醒那个闪婚的我。 但是, 我没有机会了, 沉默成本不可能挽回, 我只能尽可能地及时止损。 拖了几天, 婆婆也知道了肩鹏和贾鹿的事, 装模作样地打了他几巴掌, 然后又开始对我殷勤备至。 然而, 粉饰太平已经没有用了。 肩鹏偷偷给我哥打了电话。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是妈妈哭着打来电话, 说哥哥出了车祸。 出车祸的原因是他接了肩鹏的电话, 就开车去了机场。 一路超车, 最终撞了护栏。 我再次飞回老家, 好在哥哥抢救了回来。 那么快的车速。 只断了四肢, 还有腰椎骨裂, 几乎是奇迹了。 医生说, 静养三个月, 不会有后遗症。 哥哥浑身上下, 只有脑袋能动。 见了我, 他依然义愤填膺, 肩鹏这个兔崽子, 家家你等着, 等你哥好了, 就去打断他的腿。 嫂子打了他的脑袋一下, 就你能。 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样子。 说完转向我, 家家呀, 你哥这次受伤, 可是为了给你出气。 虽然气还没出吧, 但他这治疗费, 务工费, 营养费, 你可不能赖账啊。 哥哥瞪了他一眼, 没完了是吧? 刚拿了四十万, 还塞不住你那张破嘴。 再说, 保险都赔了, 你管家家要的哪门子钱? 嫂子善善地不说话, 我拿出手机, 给嫂子赚了十万元。 嫂子看到短信, 顿时喜笑颜开, 又顾及着我哥, 不敢表示, 于是冲我几眉弄眼的道谢。 我看着他, 心里五味杂陈。 坚鹏如果只是像他一样, 我们都能过得下去。 因为嫂子虽然人品很差, 但至少心是向着他们那个小家的。 而坚鹏呢, 我嫁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嫂子又说, 还是我们家家福气好啊, 爸爸疼, 哥哥爱。 你不知道吧, 你爸爸去世前, 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 可你一直不接, 你特么给我闭嘴。 哥哥一声爆喝, 五雷轰顶, 原来是这样。 看着病床上的哥哥, 我暗暗下了决心, 坚鹏, 你以后就是我十四家此生不共戴天的仇人。 妈妈拎着鸡汤来了, 见到我一愣, 又环视一圈, 怎么, 坚鹏没来。 他把你哥害成这样, 他没来。 我摇摇头, 妈, 对不起, 我要离婚了。 妈妈哆哆嗦嗦地放下鸡汤, 真的要离婚。 为什么? 我苦笑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轨发小的小姨子。 哦, 不对, 是跟发小, 为了他小姨子争风吃醋。 还是不对, 是被他发小和小姨子联合做套, 上了圈套。 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去追究了。 还有他隐瞒收入。 隐瞒收入, 拒绝支付家庭生活费用。 冷暴力, 洗脑, 婆媳不合。 太多太多了, 但终归只有一句话, 他不爱我。 不爱我, 所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 好在, 我也不爱他了。 我对妈妈说, 他没来, 是因为他又出差了。 坚鹏的确又出差了, 他又升职了。 虽然情路坎坷, 但他的仕途倒是一帆风顺, 自从结婚后。 我已经跟他约好了, 这次他回来, 我们就离婚。 坚鹏出差回来了, 带给我999只火红的玫瑰花。 这是我第二次收到他的花。 第一次是求婚的时候, 99只, 999只花, 一大盆。 我抱不动, 只能请物业来帮我抬下去丢掉。 看来, 协议离婚是行不通的。 我起诉了, 同时起诉了贾鹏, 要求他归还我们的夫妻 共同财产80万元。 贾鹏打来电话, 对我破口大骂, 诅咒我不得好死, 断子绝孙。 我录了音, 正好可以开庭的时候用。 贾鹏的财产很快被冻结。 没想到, 天天跟坚鹏哭穷的他, 居然有200多万。 很快, 80万元打到了我的卡上。 坚鹏高兴地要跳起来, 没想到这钱还能要回来。 我没说话, 这钱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因为他只能净身出户。 按照流程, 我们进入了调解期。 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婆婆不再作妖, 她好像被抽空了精气神一般, 每天机械地带娃, 做饭, 祥林嫂般念叨我, 别离婚啊, 彭彭傻, 她到哪儿再找你这么好的媳妇去啊, 我不为所动。 冷静期还没过去, 肩鹏突然被单位开除了。 原来是贾路, 把裴小光曾经发我的那些证据, 印成了餐巾纸, 在上班高峰时段, 雇了两个人在坚鹏的公司楼下分发。 坚鹏的公司业务是涉密的, 对于这种事, 完全是零容忍。 可笑的是, 坚鹏一开始竟然以为是我干的。 在我否认并报警后, 她依然不敢相信, 贾路竟然会这样害她。 她喝醉了, 喃喃自语道, 都是骗子。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骗子? 第二天一早, 她不见了, 餐桌上放着她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她答应了净身出户。 婆婆的头发也一夜之间全白了。 她问我, 蓬蓬她人呢? 我摇摇头。 她已经在沙发上睡了快三个月了。 现在沙发上只有一个人行的轮廓。 两个小时后, 警察打来电话, 我们才知道, 她打了贾路, 被抓了起来。 我在派出所看到了监控。 原来贾路又在甜品店上班了。 画面里, 监蓬气势汹汹地冲进去, 揪着贾路的头发, 就把她从霸台里面拎了出来。 贾路倒在地上, 尖叫不断。 监控死角, 看不到画面。 警察说贾路是重度颅脑损伤。 三天后, 贾路抢救无效, 死亡了。 贾路的姐姐出庭, 说不要赔偿。 只要监蓬偿命。 探觉结果, 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监蓬听到这个结果, 笑了起来。 他对旁听席的我喊道, 咱俩赶紧把婚离了吧。 自从娶了你, 我他妈倒霉地要死。 我妈说得对, 你就是个扫把星。 一片虚声。 这个案子不知道怎么被本地的新闻媒体报道了, 民政局特事特办, 一周后就派人到看守所给监蓬办理了协议离婚。 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是个艳阳天。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一口憋在我胸口两年多的浊气。 婆婆耍赖, 我不走。 思家, 那五万两千, 我都还你了, 你怎么还要赶我走? 我求求你了, 你发发善心, 我还能给你看孩子, 别赶我走。 啾啾是我们奸家的命根子啊, 你不能这么狠心。 我掰开她的手, 啾啾已经改名了, 看到了吗? 她不叫奸子晨了, 现在叫石子晨。 婆婆的眼睛失神地看着我, 你不能, 我推开她, 你还是赶紧收拾东西吧, 这房子我已经卖了。 明天买主来收房的时候, 你的东西就只能被扔到大街上去了。 我抱着啾啾, 打了个车, 东西已经托运回老家, 我轻装上阵。 妈妈, 我回来了。 不听话的女儿, 回来了。 到了机场, 啾啾说她要小便,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啾啾急得快哭了, 妈妈我要小便, 快带我去厕所。 奶奶一直不让我去厕所小便, 还撒谎, 说我憋不住小便。 我泪流满面。 还好, 我还来得及教会咎咎别的, 一切。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这个故事,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故事, 让您带来那个故事, 你代词你生个小便, 你小便是管理?